一名伊斯兰党议员扬拉 伊斯兰党登州主席拿督胡兴阿旺确诊患上新冠肺炎 伊党登州联委会秘书穆尤丁阿兜拉西昨日发文告说 胡兴阿旺昨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目前在视照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没有出现症状 情况稳定 在大马新冠肺炎疫情不见好转的情况下 政府有意在2月4日后进行更严谨的封锁措施 前首相纳吉提议 现在就能马上实行更严格的行管令 何需要等到204 浪费了23天 纳吉在面子书说 如果行管令2.0依旧如常运作 那么有关感染群的领域 肯定到了204 依然会居高不下 他质问 为何不听从他和民众的建议 为什么要浪费23天 拾次轮管制令后 才来实行严格管制令 如果到了那时 那么23天内 被行管令牺牲的停业领域 要向谁讨回损失 纳吉强调 若要实行严格行管令 就立刻实行 并禁止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运作 他预测第三波 导致新冠肺炎疫情浪潮中 主要来自制造业和建筑业 别再等待和逼迫 人民在行 管令下受更多的苦 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木沙 早前批准黑风洞大宝森杰的游行活动 在符合特定条件下进行 这引起了宾州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的不满 他认为 国家安全理事会 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无助对抗新冠肺炎 我国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 才实施行管令 因此他们应该坚持 之前的一决禁止大宝 森杰游行活动 相关庆典 现在马上宣布取消 还为时不晚 他说 任何宗教活动都需要受到控制 国家安全理事会 不能有双重标准 否则将让人们 留下不好的印象 他觉得国家安全理事会 显然没有和地方政府 或州政府进行联系 允许举办大宝森杰的游行 显然没有关注州政府 所采取的抗议行动 拉玛沙米感到遗憾的是 虽然州政府对该活动 有强硬的立场 可是国家安全理事会 却允许该游行活动 早前 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穆沙 透过推特指出 国家安全理事会 在批准黑风洞 大宝森杰游行活动 并开出了游行队伍 不能超过10人 不准演奏音乐 以及不能中途停留等等条件 由于适适逅行管令期间 数个州属包括槟城 和雪兰娥已经禁止举办游行活动 以防止疫情扩散 民主行动 党社清团团长李存孝 质疑慕尤丁的国盟政府 对于现实状况 是否严重脱节 因财长对经济的前景预测 与专家报告互相抵触 显示出了部长的无知 他认为慕尤丁应该立刻撤销紧急状态 寻求政治妥协 或者立刻下台 需要拯救的是马来西亚人和马来西亚经济 不是慕尤丁的个人议程 国盟天真单纯的发表紧急状态 阻止不了投资者信心的言论 败坏我国在国际间的名声 也使到国内经济翻身添加难度 慕尤丁曾发表紧急状态解除后边 进行全国大选的言论 会使投资者为了避开政策动荡 而选择按兵不动 他说慕尤丁必须确保内阁与投资 介于国内社会保持接轨点 如果投资减少会 导致就业下降 人们收入不稳固 接着购买能力降低是 导致经济瘫痪主要的原因 然而现实所见 国盟部长轮番为实施紧急状态的决定 进行表白 甚至将马币对美元上涨 以及股票交易激增的市场现象 为紧急状态后的正面指标 事实上 活跃的货币 股票和债券交易资本市场 并不意味着投资者 对我国有信心 他指出 我国百姓需要的是 政府能够给予社会信心 和有能力照顾人民 现在与未来的福祉 而不是只会根据市场趋势来 预测经济的部长和政治人物